这儿有个咱很熟悉的化学反应 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分子反应 双成一个二氧化碳分子 把它们的数量都扩大到6.02乘10的23次方倍 就成了6.02乘10的23次方个碳原子 与6.02乘10的23次方个氧分子反应 双成6.02乘10的23次方个二氧化碳分子 根据前面学习的物质的量 6.02乘10的23次方个威力刚好是一摩二 也就是一摩二碳原子和一摩二氧分子反应 生成一摩二二氧化碳分子 因此化学方程式中的系数就有了新的含义 可以表示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物质的量 那么问题来了 一摩二碳原子你该怎么量取呢 总不能一个一个去数吧 如果知道一摩二碳原子的质量就好了 这样就能称出相应的质量得到它们 所以这个视频咱来学一个新的物理量 帮你解决刚才的难题 它就是摩二质量 所谓摩二质量 符号是大写的m 表示单位物质的量的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翻译成人话 即一摩二任何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按照这个说法 摩二质量就应该等于质量除以物质的量 用m表示质量 n表示物质的量 公式就简写成这样了 咱知道质量的单位是k 物质量的单位是摩二 所以摩二质量的单位就应该是k除以摩二 表示为k每摩二 这样写也行 弄清了啥是摩二质量 接下来咱说说如何求出某种物质的摩二质量 看这个表 如果用每个威力的质量乘上阿弗加多罗常数 就能得到一摩二该威力的质量 你可能已经发现 这些数刚好就是对应威力的相对原子质量 或相对分子质量 所以咱就能总结出 一摩二任何物质的质量 以刻为单位时 在数值上就等于相对原子质量 或相对分子质量 也就是说物质的摩二质量 在数值上就等于它的相对原子质量 或相对分子质量 那摩二质量和他俩是一回事吗 非也 相对原子质量 是以碳十二原子质量的十二分之一作为标准 其他原子跟它相比所得到的值 永公式表示 就是某种威力的真实质量 除以碳十二原子质量的十二分之一 显然分子分母的单位都是克 可以约掉 所以相对原子质量是没有单位的 同样的 相对分子质量也没有单位 但摩二质量是个物理量 有单位的 所以摩二质量和它俩只是在数值上相等而已 绝不能笼统的说它们相等 比如 每的相对原子质量是24 它的摩二质量就是24克每摩二 再比如 二氧化硫的相对分子质量是64 所以它的摩二质量就是64克每摩二 同样的 碳酸跟离子的摩二质量就是60克每摩二 注意了 摩二质量都得在上单位克每摩二 到这儿咱就学会如何求摩二质量了 那把这个公式变一下 如果知道物质的量再乘上摩二质量 就能算出质量是多少 举个例子 两摩二氧气的质量 就应该用氧气的物质的量 乘上氧分子的摩二质量 也就是两摩二乘32克每摩二 得64克 同理 0.5摩二金氧化钠的质量 就是金氧化钠的物质的量 乘上它的摩二质量 等于0.5摩二乘40克每摩二 得20克 此外 咱还可以把公式变成这样 利用质量除以摩二质量 去求物质的量 比如 求28克铁原子的物质的量 就用它的质量除以摩二质量 就是28克除以56克每摩二 得0.5摩二 再比如 1克硫酸的物质的量 就是1克除以98克每摩二 得98分之1摩二 总之 你把这几个公式记牢 就可以在质量和物质的量之间 自由地做转换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学习了一个新的物理量 摩二质量 它表示 一摩二任何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单位是克每摩二 摩二质量在数值上 等于相对原子质量或相对分子质量 所以你只要记住这两家伙 也就相当于知道了摩二质量 不过可别忘了带单位 此外 利用公式 你可以在质量和物质的量之间进行转换计算 比如你用质量除以摩二质量 就转换为物质的量 如果再除以阿弗加德罗常数 就能转换为粒子数了 反过来 当然也行得通 这就是质量 物质的量 与威力数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 物质的量是做桥梁 它让质量这个宏观量 和粒子数这个微观量联系在一起 你利用这些关系进行计算 就能实现宏观和微观的转换了 怎么样 刷两题试试吧